已经找了好几次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土源 陶土,一种用于烧制饼干的原材料 土之细腻,有一定的可塑性 通常为浅灰色、黄色或者是紫色 很显然,这次又白忙活一场 但事情却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听王师傅说,这个地方的小水沟边可能会有合适的土源 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这土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土 不过我可以确定,村里的人看小屋的眼神越发的不对劲了 哎,可惜了,这看着挺正常的小伙子,现在不能要了 但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工具人就是用来做脏活累活的 哪有那么多讲究,用的顺手才最重要 对重感情的人来说,常年累月的使用 他们已经不知不觉把工具人当做朋友了 没人比他们更懂工具 用完工具之后,只需要洗干净 再认真做个保养 就可以投入下一项工具 有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开心 也有腿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抽筋 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筋道 筋道 还是他妈的筋道 其实饼干的制作说不上复杂 撒上一层灰 把原料放入视线准备好的模具中定型 说的恶心一点就是 定型型 抹平平 画纹纹 而如果想要保证饼干足够清脆 关键的是行饼过程 放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阴干四五天 给这些尼亚一些休息的时间 而另一头 场面依旧如火如荼 我发现人有时候真的很双标 他们可以给泥休息的时间 却不肯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 非要盯着工具人把活干完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总是纵容自己在默默地付出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个为烘烤这些饼干的特制烤箱 也开始慢慢出现出行 活热的太阳 短袖短裤加草帽 依旧大寒淋漓 这是夏天给人的印象 对于应该好的饼干来讲 他们的夏天才正要到来 好吧 结束了 经过许久的烤制 饼干变得又香又脆 虽然没吃过 但口音绝对听得出来 这东西应该本来就能白断 不会 没想好 一旁的阿珍可能不会理解 人们千辛万苦地把细土塑造成形 然后二话不说地砸掉 不是饼干的问题 只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错了 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 可能是土不够细 那就再弄细一点 可能是不够筋道 那就再大了一点 可能是不够干燥 那就再放久一点 还可能是温度不够 那就火再加大点 时间长一点 做饼干是一件幸福的事 失败了可以重来 你不用担心它会失败 因为它一定会成功 但遗憾的是 我们做的不是饼干 而是烤盘 什么叫成熟 就是以前不懂的事 现在懂了 看起来阿珍懂了很多 但是它又什么都没懂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别多想 就去做 在夏天 满怀热情地去做一件 有意思的事 完成 这里是乌托邦 你现在看到的是 今年的夏天计划系列 在接下来的 就些八月份里 让我们一起去做一些 一直以来在夏天 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赶住夏天 抓住夏天 留住夏天 因为喜欢夏天 所以要赶紧在这个 属于夏天的人生阶段中 多做一些值得留恋的事 看雨落下的声音 听夜满出的 虫鸣跟海浪比 谁跟浪比 累人还要热情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三连一下 三连也亏不了 三流赚不了 不要让白表 现在咱们之间的联系 下次一定也很伤人心